好 では皆さん 我们紧接着来看一下 問題用第四大题的部分 那么同样是我们叫做 即时应答三选一 三个答案中选出一个正确选项 好 まずは一番 一番 田中君 聞いたよ 受けた面接全部通るなんて 田中君ぐらいだよ 一 自分でも情けないです 二 運が良かっただけですよ 三 全員通るなんてすごいですね 好 我们看一下啊 再表扬他是吧 参加的面试全通过 真的是只有田中啊 能表现出来的这样的出词 那么我连自己都觉得很 不好意思 无情 是吧 情けない 運が良かっただけですよ 谦虚的说法 是吧 没有没有 只是运气好而已啦 对不对 好 那么正解は二番ですね では 二番 二番 遅くなっちゃってごめん 帰り際に部長に捕まって 一 急いでるときにかぎってそういうものよね 二番 二番 もうちょっと待っててあげたらよかったのに 三番 部長ってなかなか捕まらないよね 好 你看 我迟到了 不好意思 我在回家的 回去的路上啊 突然又被什么啊 部长抓住了 你看这个考一个句型啊 何々にかぎって 偏偏在什么时候 哎呀 偏偏在你着急的时候 会发生这种事呢 对吧 这是一个比较好 比较正确的逻辑啊 那么如果再等待他一下的话就好了 那不对的 是吧 再等那时间更晚了 三的意思是 部长是一直都很忙 怎么样都抓不住他 对不对 那是不对的 是吧 所以偏偏在紧急的时候 自己在赶时间的时候 会发生这种事情 そうですね 一的话是符合逻辑的啊 好 对吧 三番 三番 うちの社長 今でこそ成功してるけど 若い頃は挫折の連続だったんだって 一 うーん 経営が思わしくないんだ 二 若い頃から成功してたんだね 三 今の姿からは想像できないよね 好 在现在才获得了成功 那么年轻的时候啊 是近世 碰到挫折 雜切子挫折 二 接二连三的挫折 嗯 经营是不如人意啊 年轻的时候成功了 年轻的时候成功了肯定不对 对不对 现在的 从现在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简直很难想象他以前的情况啊 对吧 三是正确的 那么一 为什么呢 不如人意 但是他没有用过去式 因为现在 现在他是非常成功的一个 对吧 所以和现在 经营非常不如人意 这样的一种表达 是矛盾的 是不对的 对吧 所以一不合适 那只有三 从现在他的成功的样子来看 很难想象他以前 是怎样的一个艰难啊 正确は三です 四番 今度の取引先 今度の取引先には ちょっと参加了 一 二是进展很顺利肯定不对了 三是经常过来的 那肯定也不符合对话的问题 所以肯定是怎么了 发生什么了 用一种关心的口吻在问 到底什么使你这么为难了 好 这道题的话呢 就来了这个词 这样天气的话呢 是崩れる 崩れるらしいけど テニス大会は うてんけっこですね うてんけっこ的意思是 即便下雨天也绝对要执行 那么决行是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一律进行的意思 是吧 好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一是延期了肯定不对 决定绝对执行嘛 现在要停止 估计也不行了吧 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不可以的意思 对吧 正解は二番ですね 好 三是必须得调整日程了 しなくちゃいけない しなくてはいけない 这个的话 てわ的意思 对吧 肯定也是要调整 所以你看 现在要改变 要停止 可能也不行了吧 正解は二番です 我们应该选二 好 第六题 六番 今度家に配属された新人だけど 失礼極まりないんだよね 一 一 嗯 礼儀正しいんだ 二 気に触ることでもあったの 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讲的是这次的新人啊 你看 派过来的新人是什么 这个剧情是一级的欲发点 極まりない 特别非常的 特别的失礼 非常的失礼的很 那么 选二是正确 気に触ることでもあったの 有些什么事情 触怒你了 有些什么事情 让你感到生气了 気に触る了 是吗 这样的 虽然很年轻 但是我很佩服 这个不对啊 那么肯定是 惹你生气什么事了 对吧 注意这个搭配 気に触る 気に触る では七番です 七番 今日のトラブルについては 部長に報告するまでもないかな 一 お話ししといた方がいいかと 二 はい 急いで部長にお伝えします 三 じゃあ もう報告済みなんですね 好 这里的话呢 那么 说话的这个男的呢 他是建议 这次的这个纠纷 或者说投诉 我们不要跟 部长报告了 因为 までもない嘛 没有必要做某事 没有必要去汇报了吧 那么回答 うん 女的就表示 应该还是跟他说一下会比较保险吧 那么应该是 这两个假名被同时约音成了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对不对 好 那么二 我马上跟部长报告 那么男的是建议不报告 肯定不符合逻辑 不报告就解决了 应该是 三的意思是什么 已经报告好了 那肯定也不符合逻辑 所以女的提示是什么 不行 我看稳妥起见还是要说一下吧 では 正しいのは一番ですね 选一 好 第八题 好 这一次的事情 我该怎么道歉才好呢 而且大家在做这道题的时候 特别要关注说话者的语气 对不对 他是很为难 非常抱歉的这样的一种口气 何度お詫びすればいいかな 好 那么当然了 就安慰他了 お気になさないでください 请不要介意 二 何が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什么比较好呢 三 どうぞ ご遠慮なく ご遠慮なく 什么时候用的呀 对吧 你千万别客气 那么这个客气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到家里 我到这个 我到这个朋友家里去做客 はい では次 9番 うん 9番 消毒買いしたものって せっかく買っても 使わずじまいってことあるよね 1 結局 無駄になるのよね 2 よく使い込んでるよね 3 うん 今が買い時だよね 好 看一下啊 shodongai 这个词我们常用的 就是因为冲动 而买下什么东西 是吧 然后好不容易买下来 却 这里一个句型 是不是我们恩义要考的呢 动词的未然型 zi 自买 没有做某事 事情就解决了 一种什么样的语气和心情 对 是一种很后悔 很无奈的 哎呀 没有能做成 这事就解决 就就就就结束了 是吧 那没有买 好不容易买下来 却没用 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就浪费掉了 所以 結局 無駄になるのよね 是不是最后就变得浪费了 对吧 经常使用不对 用的很多 今買い時 现在是正好是买的时候 也不对啊 所以结果是什么 浪费了 到最后怎么样 就没有意义了 正解は 一番は正しいですね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下面一题 10番 今朝は来客が少なかったせいか ことのほか事務処理がはかとったよ 1 時間を浪费しちゃったね 2 それは何よりね 3 うまくいかないときもある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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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什么都来得重要 比什么都来得重要 这个比什么都来得好 当然20正确的预感上 对不对 事情进展顺利 比什么都来得重要 好 うまくいかないときもあるよ 对 确实有时候是进展不顺利 明明人家是赤か道路 你怎么变成 うまくいかない了呢 矛盾 それではタガラ正解は2番ですね 11番 ねえ山田さん 今度の新年会の感じだけど 木村さんが勝手に出てくれたんですって 1 じゃあ一度私から頼んでみますよ 2 ええ 自分からやりたいって言ってくれて 3 まあ 出てもらってもい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好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词啊 就是我们讲的 かってくる かってくる这个 かって出る ごめん かって出る这个词 かって出る这个词呢 是我们口语中 非常常用的一个词 那么经常是不写成汉词 经常是这样的 是吧 かってくる かってくる呢 是指主动请音 或者说是 对某件事情 非常主动的自己承担 我来承担 我来承担 我来做这样 所以新年会的这个干事是指 康吉亚是指一场活动的一个负责人 他主动请音说我来做 じゃあ一度私から頼んでみますよ 我来拜托他 不对 自分からやりたいって言ってくれて 那么后面好像省略的是 よかったな 对 他自己说想做的太好了 是吧 自己说 自己主动承担 那真的是よかったな 对 那这样的话 二是不是正确选项了 二番 三 まあ出てもらってもい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这个肯定和我们的出る是没有关系的 是吧 好 所以掌握了 勝手出る这个词的意思呢 不难选择出我们二是正解ですね 二番は正解です 一 今度こそ成功を目指しましょう 二 分かりました 以後留意します 三 チームワークが良かったからですよ はい 对吧 这里呢 就是在表扬了 是吧 没有你的尽力 没有你的尽力 的话 是无法得到这次项目的成功的 对吧 就在这次 我一定是目标指着成功 那已经成功了吗 怎么用目标指着成功了呢 对不对 知道了 之后要留意的 我这次已经成功了 表扬你呢 我没有批评你缺点啊 所以这个留意也不对 那么三就比较自然了 チームワークが良かったからですよ 没有没有 不是我的尽力 是因为我们团队合作很棒 所以得到了成功 原因是团队合作 所以比较符合的 应该是第几个选项呢 三是正确的 三番は正しいです 好 我们选的是三 好 接着13题 好 这次你的考虑的新产品 idea 你的想法就不用说了 想法是暂且不说 是吧 先看你的设计 design的话 好像有一点 ありきたり 这个ありきたり的话 是不是关键的解题要素呢 ありきたり是指 普通平凡 或者是そのまま 对吧 很普遍 很一般 很没有新意 老一套了 是吧 ありきたり 那么 其实是说它不好了 designがunique 完全相反 太过于 unique 太过于独特了吗 では その辺りを含めて 那么 その辺り就是 这里讲的 design这个地方 我再重新考虑一下 重新再 我们再商量一下 对吧 既然有点 太过于的 平凡 平凡的话 褒めていただける なんて声 得到你的表扬 真的是很光荣 其实没在表扬你 褒める 全然褒める のではありません 声 更加谈不上 好 十四题 十四番 営業部の中川さんって ゴルフの腕前 プロ顔負けらしいですよ 一 え? 中川さん 負けちゃったんですか 二 あの腕前は プロならではですよね 三 練習のコツを 知りたいものですね そうですね ゴルフの腕前 他的一个 打高尔夫的技能 真的是 プロ顔負け プロ顔負け 是什么 你看 从字面上 也能猜得出啊 专业的选手 都觉得汗颜 对吧 就觉得 好像比不过的意思 那么 言笑之意 这个中川的话 他不是プロ 可能只是一个 业语达嘛 是不是 え? 中川さん 負けちゃったんですか 他明明在赞 他的技能好吗 怎么負ける呢 腕前は プロならではですよ ならでは 只有谁才有的 那种腕前 是只有 这个专业的选手 才有的 那么 長川在表扬他 他又不是专业的 是不是 矛盾了呢 練習のコツを 知りたいものですからね 好 这里的 代もの 表示强烈的愿望 这个愿望的 注动词 代加上 もの 表示一种 强烈的愿望 我真的很想了解 他练习 平时练习 到底有些什么 诀窍在中间呢 这个方法 我想掌握 对吧 所以三是比较合适 我们这句话的应对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 三番です 好 那么 即时应答的 这个十四题呢 我们看 每年的考核 都会有一些 比较固定的 这个套路 就是会有一些 比较 你看啊 プロ 顾まけ 这种 对吧 比较固定的 一种使用方法的 内容在里面 ありきたり 对吧 固定的一些单词 那么 这些可能都成为 我们 这个解题的关键 或许是一些句型 なくしては 或许呢 是一些 常用的 固定的一些词 勝手 出这种词 是不是了解 はかどる 就是我们考的词汇里面 也在听力中出现 是吧 包括 ズジマイ 是不是我们一个 句型呢 也是一个语法的句型 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的话 希望我们都能够 综合的考虑 做好一个 硬实的工作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听力 也是最后一大题 比较长的一个 对话的考核 第五大题 好 我们首先来听一下 第一题 一番 市役所で 男の人と 係りの人が 話しています あの 市が開催している 文化教室に 参加したい と思っているんですが どのような分野に ご興味が おありですか この地域の 歴史や文化を 学べるようなのが いいかと思って そうですか いくつかありますが ご希望の 曜日や 時間帯は ありますか 仕事から 帰るのが 平日は 夜7時以降 になりますね 週末は 基本的に 参加できます 月に 1、2回ぐらいの ものが いいですね では こちらの 一覧を ご覧ください 昔の 暮らしを 学ぶ会 というのが ありますが この土地の 古い文献を 読んで 昔の 暮らしを 学ぶ活動です 月に 2回 やってます あ これ 水曜の 6時から ですね それから 祭り保存会 というのが 7時から あります 月2回 金曜日に 集まって この辺りに 伝わる 祭りの 由来について 勉強したり 踊りを 練習したり します 毎年 祭りの 時は 保存会の 皆さんが 踊ってくださる んです へー 楽しそうですね 週末ですと 土曜日の 午後に 歴史名書 クラブが ありますね 歴史上の 名所や 資料館などを 見学します こちらは 月に 1回です その他に 民話に 親しむ会 というのが あって 日曜の 午前中に 毎週 やっていますよ ここは 3ヶ月に 1回 1泊 2日で 民話に 出てくる 土地を 訪ねる 旅行を しています どれも 面白そうですね でも 遅刻は したくないし 体を 動かすのは 好きだけど 人前で 踊るのは 恥ずかしいし 泊まるのも ちょっとな そうすると これですね 男の人は どの活動に 参加しますか 1 昔の暮らしを 学ぶ会 2 祭り保存会 3 歴史名書クラブ 4 民話に 親しむ会 好 这里的话 考核的话 我们经常会有 4個4組内容 出来 是吧 哪个是合适的呢 对吧 那你要比较 里面的一些 关键的一些特征 首先 这里的话呢 就是 有一个 文化教室の参加 参加哪一个 这个学习班了 是吧 那么 这里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些 你看 平时我下班是 7点以后 周末基本 可以参加 也就 平时7点以后 周末 这两个时间段 是吧 每个月一到两次都可以 好 开始介绍了 第一种 昔の暮らしを学ぶ会 它的特征是什么呢 学习古典文献 然后呢 一个月两次 这个是礼拜三的六点 这是一个关键点 六点以后 是它的时间 第二个 祭り保存会 它是7点以后开始 这是它的一个时间 每个月几次呢 这是一次 周几呢 周五 然后学习什么呢 学习 我们这一代的一些 祭り的由来 包括还有练习跳舞 练习跳舞是第二个 好 那么 然后呢 第三个 土曜日 礼拜六 周末了 对吧 周末有一个是 歴史名所的 クラブ 历史名所的 这个俱乐部 学习的是 历史上的一些 有名的 这个地方 还有资料馆的 这样的一些 参观访问学习 每个月是一次 最后一个是 明和に 親しむかい 对吧 学习民间的一些 神话 或者是一些 流传的故事 对吧 礼拜天下午 礼拜天上午 每周进行一次 而且这个第四个 特别要注意 它是 一百二日 就是 要去两天一夜的 要住一晚的 对吧 是一个旅行 一样的感觉了 所以 唯一的要住宿的 好 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要求 第一 我不想迟到 我们来看看 它下班几点 前面讲了 对吧 七点以后下班 不想迟到 所以七点的那个 它是不能参加的 特别是六点的这个 它是肯定不能参加的 是吧 不想迟到 一就不行 它六点开始 第二呢 我虽然喜欢运动身体 但是跳舞 在众人面前 踊る恥ずかしいです 那么唯一一个 有跳舞的 是不是我们这里 讲到的二 练习跳舞 所以二其实也是不合适了 二就是 对吧 那么 然后呢 止まるのもちょっとな ちょっと是什么意思啊 很为难的在讲 哎呀 好像有点 我要有点想法 是吧 所以我也不想呢 是住宿在外面 所以住宿是第四个 所以四也不行 那么这三 三个排除掉 これですね そうすると 一二四都没了 那当然就是三了 对吧 所以答案的话呢 我们这里应该是选择 三番ですね 三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啊 其实你完全通听一遍之后 很容易忘记中间的一些细节 哪怕你听懂了 所以呢 在描述这四个 这个学习班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好记录 比如说讲到一的时候 mukashi no kurashi 我就写个mukashi 对吧 然后呢 后面做一下注释 那么比如说 它是一个月两次的 你就写月乘以二 对吧 一月或者月二 这样都可以 按照你能看得懂的 是礼拜三 你就写个三 或者写个水 六点以后 对吧 用一些标注快速的memo 那么第二个呢 你可以写 祭り 那么它叫祭り 什么什么 对吧 那么七点以后 七点から 那么每月一次 一月 对吧 礼拜五 写个金等等 那么要跳舞 写个踊り的踊る 对吧 作为提醒自己的 这样一个标志等等 那么唯有如此 在后面提出 四个选项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 一一对应地 选出正确答案 二不遗漏 否则我们的 记忆力是 跟不上它的节奏的 所以在这道问题上 我们建议大家 一定要充分地 做好memo memoを取るのは 大切ですね 好 我们再来练习一题 第二题 看一下 二番 二番 経営学研究会の会長と 担当者二人が 講演会について 話しています 再来月開催する 講演会ですが 講演をお願いしよう と思っていた 山田先生 その時期は 海外へ 調査に出かけられる そうなんです どうしましょうね 山田先生は 経営学の分野では 第一人者ですし 会員からも お話を伺いたい という声が 多いんですよ 日程を変更して もう一度お願いする ということは できないんでしょうか でも これから 別の日程で 会場を抑えるのは 無理です そうですね じゃあ 異例ですけど 事前に 講演を録画して 当日会場で 上映するというのでは どうでしょう うーん 講演は 一方通行じゃなくて 参加者と 質疑応答が できる形に したいわね じゃあ 山田先生に 同じ分野の 著名な方を どなたか ご紹介いただいたら どうでしょう それなら いっそのこと 違う分野の 対価に お願いしては どうでしょうか 例えば 環境学の先生を お呼びするとか それは いくらなんでも 飛躍しすぎでしょう まあ 違う分野との 連携も 大切だと思いますけど それは 今後の課題として 今回は 山田先生に ご相談しましょう 講演会は どうすることに しましたか 好 講演会 怎么办呢 好像出現了 一些麻煩 是吧 那么 看看 到底出現 什么问题 最後又 怎么解決的 好 那么 在講演会 的时候 山田先生 正好在 我们講演会 進行的时候 要去海外 进行調查 所以不在 怎么办呢 山田先生 这是这个领域的第一人 所以 会员中好多希望他能参加 如果变更日期的话呢 看看他是不是可以再来 对吧 できないでしょうか でも 雙行道 一波 一波 就相似 我们单行道 也就是说 在这个演讲会的时候啊 都是演讲者一方去把想法表达出来 下面没有互动的 那么 与他相对应的是不是 双方互动啊 也就是说 我把我讲的内容 同时呢 我也聆听大家的意见 然后我解答 那么 希望参加者和 能够和 这个演讲者进行一个 質疑音答 有一个环节可以让他来提问 并且呢 可以让我们的 上面的山田さん呢 可以进行解释 所以六分啊是不达不到这个效果 六分啊就是一波刺口了 那么这个好像是这个问题 好 那么 好 又来一个建议 那么怎么办呢 对 那么 是不是请山田老师 介绍一个谁 和他在同一个领域 同样著名的人呢 方对人的尊臣 现在有几种方法了 第一 对吧 换一个时间 那么 可能会场难以 这个预定啊 第二呢 事先录好 当天放 那么可能互动就比较难办到 第三呢 就是请 田中 请这个 山田老师呢 再介绍一个 同样的著名的人 当天 现场来进行演讲 那么最后 我们选择哪个了呢 それなら いっそのこと 这个词是关键 いっそのこと 就是干脆的意思 后面才是正确的选项 也就是说 后面就答案来了 違う分野の 这里 就是 たいか 这里呢 读たいか 是指 大人物 或者说 著名的 有名的 这样的人物 而不能读 親 同样他也可以读 偶亚さん 偶亚是房东的意思 对吧 同样这么写 但是这里不是偶亚啊 是大一家 大师 例えば 環境学の先生 およびですとか 诶 你看 这里是不是好像 呼应了前面的一个建议啊 再请另外一个 相似的有名的人来 それは いくら何年も 飛躍しすぎでしょう まあ 違う分野との連携も 大切だと思いますけど それは 今後の課題として 就是 请 如果说 大家是可以 请一个大师来的 但是 違う分野的话 是不是等到 留到下一次 再做课题呢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这一回也不请 相同 不同领域的人 还是要请 相同领域的人 所以还是 你看 这句话 是不是 还是跟 山田老师商量呢 所以 归根结底到最后 哪个是这些答案呢 山田老师 商量 不是路话 而是什么 希望他能介绍一个谁 过来做做演讲吧 講演者を紹介してもらう 这是我们的正确选项 好 那么也是四种 就是 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的比较 最后呢 我们要根据 这个上下文的含义 最后 你看 今回は山田先生に ご相談しましょう 结论就出来了 正解は3ですね はい では 最后一题呢 它是 我们说一篇对话 有两道问题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的这套题的 3番 まず話を聞いてください それから 二つの質問を聞いて それぞれ問題用紙の 1から4の中から 最も良いものを 一つ選んでください では 始めます 3番 テレビの旅行番組で 観光コースを 紹介しています えー 今日は山中町で 今人気の観光コースを 4つご紹介します コース1は 山中町のシンボルとして 親しまれている 登山電車で 文字通り 山の急斜面を 登ります 来週半ば頃から ちょうど山の桜が 満開となりますから おすすめです コース2は 蒸気で走る汽車で 山中町と隣町の間を 往復するツアーです 今はなかなか見る機会がない 蒸気機関車ですが 煙を吐きながら 力強く走る姿が 大変人気です コース3は ロープウェイで 山を越えて 湖へ降りていきます 山中町の 谷の間を登り 山頂を越えると 目の前に 突然 湖の景色が 広がります コース4は 船で湖を 一周します 船に乗って 湖から 山中町の 雄大な山並みを ゆったり楽しむことが できます 山中町って ちょうど来週の 3連休に 2泊3日で 私たちが 行くとこでしょ いろいろ楽しめそうね 私 空中から 谷や湖を 見下ろすっていうの 興味あるな うん でも 高いところは 苦手なんだ できれば 湖から山を 眺めるって 方にしたいけど どう? そっか 高いとこ 苦手なの 忘れてた でも 確かに 天気が良ければ 水面に山が映って 綺麗かもしれないね じゃあ旅行の 2日目に乗ろうよ 初日は着くのが 夕方になるから 移動だけだし 天気予報によると 2日目までは 晴れるらしいから きっと楽しめるよ 3日目からは 天気が悪くなるんだって そうなんだ でも でも電車なら 大雨じゃない限り 止まらないよね 山中のシンボルは 外せないよ うん 桜も見たいし 機関車は乗ったことがあるから 今回はいいよね 2人は旅行の2日目 どのコースを選びますか 質問2 2人は旅行の3日目 どのコースを選びます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旅行のコース 観光コース 是吧 观光的一个 我们的项目 介绍 那么一个一个介绍 一个个作笔记 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 シンボルとして 作为标志的一个 登山 電車 那么如字面上所叙述 一个非常陡峭的山 登上去 然后呢 这个サクラマンガイ 山上是开满了 这个樱花 是吧 非常推荐啊 好 那就是登山 電車 第二个呢 是蒸汽ジョウキ 大家听到吗 这个词 对吧 那么坐火车在山中 这个不是電車了 是キシャ 好 再和这个山中 林 就是相邻的那个村的一个 之间的一个往返的词 好吧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机会 是吧 今は中間見る機会がない 蒸汽機関車ですが 煙を吐きながら 力強く走る姿 大変人気ですね 你看煙是不是蒸汽 煙雾蒙蒙的样子 是第二个的特点 对吧 它是二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坐缆车 ロープウェイ 然后呢 怎么样 从山上翻越之后 再降到湖面上 那么能够看到 整个湖面的一个景色 突然展现在自己的眼前 第四个コース呢 就是坐在船上 游览湖的一周 在船上游览湖的一周 来领略 从湖中领略 雄伟的山脉的风景 好 开始对话了 这一次呢 是二泊三日 三天两夜的旅行 我们 行くことでしょう 色々楽しめそうですね 私靴から 女的认为 从空中 俯视 整个山谷和 湖泊呢 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对此有 非常大的兴趣 那么是指第几个呢 女的讲的是第几个呢 从山上 从空中俯视 整个的这个 对吧 見下落 对吧 俯视 整个的湖面 那么我们来发现 它是第几个呢 第一个肯定不是 第二个的话呢 肯定也不是 第三个是不是啊 你看 翻越山顶 然后眼前突然 湖泽就出来 是第三个讲 好 那么男的说 但是高处 我是非常的 就恐高了 对吧 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想从湖中 跳往整个山峰 那么是第几个呢 这里讲的是第四个 是吧 从湖中看 好 女的说 啊 そうですね 高いとこ にがて とこ 经常用到 是ところ的简略 我忘记了你恐高 所以这点好像 也被女的否定掉了 是吧 でも 確かに天気が良ければ 水面に山が映ってきれいかもしれない じゃあ 旅行の2日目にのろうよ 你看 但是天气如果好的话 水面的话 可以映出山的样子 那么 初日はつくのが 夕方になる 第一天 他不是两夜三天吗 第一天到 已经半晚了 所以呢 我们就 完全就是 整理整理行列 一栋一栋到宾馆 就可以了 第一天就不去了 那么第二天 和第三天 对吧 二日和三日 到底去哪里呢 我们看 二日目までは晴れるらしいですが きっと楽しめるのよ 三日目からは天気が悪くなる 所以第二天天是好的 第三天要下雨了 对吧 そうだね でも電車なら大雨じゃないかみり 只要不是下大雨 電車的话 总不会停吧 而且是山中的标志 总不能错过吧 樱花又好看 对不对 きがんしゃは乗ったことがあるから 今回はいいよね 今回是不是下一回呢 所以不做きがんしゃ 做的是電車 而且電車是第三天 只要不是下大雨都可以 对吧 说明第三天是電車 那么電車是第几项呢 第一项 对吧 第一项有電車 那么所以第三天 我应该是放電車 第一个选项 而第二天呢 就是前面讲的 从湖中 看整个 这个山的景色 玄尾的景色 对吧 这里有 你看非常漂亮的 对吧 那么 眺めるでいいですよね 好 所以第二天是四 我们看一下啊 问题先问的是第几天呢 第二天选哪个コース 再是第三天选哪个コース 显然第二天的话 选的是第四个コース 第三天选的是第一个コース 答案应该是四合一 这两个选项 所以我们发现 像这样的一道题的解题思路 还是一样 四个选项要拼命地 把memo记下来 所有和它有关的一些 细节的东西 都要写下来 然后呢 很有可能成为后面 两个人在对话中 和它有关联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信息和线索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整个听力部分的讲解